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22课的内容 第22课的内容,第一部分绘画是电话 那么打电话在以前的初级和中级上册的课文当中呢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介绍了一些内容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总结 同时也会介绍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表达形式 那么第二部分呢是 Digital Camera System Showcase 那么通过这个题目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新产品的介绍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产品介绍的语言形式 好,我们首先来看生字表一 生字表一的单词啊非常少 第一个单词是Daihon 是台本 也就是脚本剧本的意思 Daihon Doori Ni 哈那词就是按照剧本的来说啊 那么Doori Ni也是我们在中级上册第九课所学过的表达形式 好,接下来是Ukaita Mawaru这个词啊是知道境西 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重点的他的词 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个自迁境语这一点啊 大家必须要知道 它用于自己或自己一方人的行为 它可以是三,常用是三个动词的自迁境语表达形式 第一个是 しる是知道,认识,受ける是接受,聞く是什么 听,问这个词的自迁境语言 我们来举例子看一下 ご予約を受けたまわっております 我们以前接受了您的语约 您的语约用的是go ております是ている的自迁 その計画の内容を受けたまわりたい 就是啊,我想知道那个计划的内容 想了解内容啊 或者想问一下那个内容都可以啊 那么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它是自迁境语 那么这个单词啊 它其实更出现频率更高的是会在语法部分 在改革之前曾经出现过一次啊 好,接下来 デジタルカメラ啊 我们在初期第三课已经学过 它的这个省略表达形式 デジカメ 好,接下来这个表达形式是 電話が遠い 这个单词是电话听不清楚啊 电话远,并不是电话放的远 而是听不清楚 那么这个表达形式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あのー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お電話が遠いよ なんですが 就是不好意思 哎,这个电话好像有点听不清楚 它为什么要加上 よなんですが 就是好像 这是避免决断的表达形式 那么如果这话是对对方说的啊 尤其是客户可能会更礼貌一些 好,生死表一啊 就这么多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是很轻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语法语表达 语法语表达呢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就要总结一下 打电话的时候的表达形式